我们现在开始讲了 可能两天吧 我要把这个MF这个本书 当然那我就没有时间专门给大家做PPT了 我就拿这个书来讲了 按照这个作者的这个思路来给大家讲一遍 这书的 这书呢也会共享给大家 这个书才258页 大家也可以自己看看 因为我也给大家读一点 它里面有些很多非常有趣的 并且很实际的一些实例 我想大家能够有时间把这本书也读一读 也做一个预告 我今天才把这本书下来了 我相信我下次可能要讲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Leadcast 也是一个MF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扫描软件 Leadcast是一个 不能说是什么软件 就像号称是网络黑客方面的瑞士军刀 杀儿都能干 我已经把它今天才有幸把它下下来 我下次研究这个东西再给大家讲 也不多200多页 估计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好我们来言归正传吧 我们来MF 应该说MF主要是扫描软件 我们要先说一下 主要是扫描 不是一个实际攻击的 当然 如果MF给你扫描的很清楚的话 攻击就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了 其实扫描是最重要的 在整个攻击的过程中 如果说都判断了是一个 有问题的操作运筒 有问题的服务 那么剩下的事情就太好解决了 是吧 好 首先我们今天是看到PDF来介绍一下 首先这第一章 那么作者要给我们介绍 什么叫MMAP 然后他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验 然后他介绍MAP的作用 工作经验是什么呢 这段话大概是什么意思 他说他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就作为一个普通的网管 刚刚到一个公司 公司特别大 然后呢 那个公司的老板呢 就管理人员呢 就让他去了解这个 这个这种大楼 那个公司这么大楼 这么多用户 对吧 让他去找 其实就是对你这些设备性调查 就是调查这种楼 有几个教训机 教训机接了一些 哪些口子 接了一些什么样的电脑 对吧 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他说花了很多时间 去进各种机房 去看交换机 然后再去查了一些各种各样的网线 然后有什么的电脑 花了很多时间 后来呢 他有了一个一手资料 然后基于自己的经验呢 他就把那些认为 他认为了解的 接了设备的那些接口 就关掉了 就打开了 那些没有接的呢 他认为安全起见吧 对吧 那么既然我调查 这个接口没有接设备的 可能也没有什么用户用 他就给关掉了 关掉之后呢 他说过段时间 就很多用户在抱怨说 我的网络怎么用不通了呢 就在抱怨说 他说 他说我会想不到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 还有很多这种 网络上面的一些设备 可能我还是 根本就没法 去这么一个人的能力 去调查 说这个网卡接了 一些什么样的设备 这个网络有些什么样的主机 有些主机在用 什么样的系统 可能你很难去调查得到 那么后来呢 他发现了一个软件 他说从这个开始 我们了解NMAP 他说NMAP这个软件 就很适合于这种环境了 我可以对这个网络进行扫描 对吧 我就能够探测这个网络 有些什么样的活动主机 大概我就清楚 这个网络有些什么样的主机 什么样的IT 什么样的系统 对吧 这样的话 比如我去 到每一个交换机上面 一个一个线去旅 一个设备 一个设备去看 那方便多了 对吧 他可以进行周期性的扫描 不断的扫描这个网络里面 有些什么样的主机 这样的话 比他这么花大量的时间去 去拆交换机 去看接线 这个方便多了 这是一个NMAP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功能 当然他的功能还有很多 这是他这个介绍 NMAP的一个特点 扫描呢 他分为四类 一个叫做网络扫描 很简单 就是要扫描一下 我们网络里边有些 多少个主机 对吧 有些什么样的网段 我们公司有几个网段 有多少主机存在 活动的主机 对吧 第二个 发现主机以后呢 我们就要知道 这个主机开放了些什么样的端口 因为不同的设备 开放的端口就不一样 比如说 我们有什么137138 什么13945的端口 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微软的设备 对吧 所以那里要去了解 他开放了什么样的端口 因为开放的端口都不一样 我们就是知道呢 他是什么样的 大概的一个设备 有了端口以后呢 就要了解服务和版本 这里就非常重要了 你看 第一个 虽然说都是TCP的80 但很有可能是一个IS 也有可能是一些 什么Ninux的 或者Apaq的这种服务器 对吧 也有可能是 他并不是HTTP 他别看是TCP80 他也许不是一个 HTTP的服务器 也不好说 对吧 就算是IS吧 IS也有版本吧 是5.0 5.0 还是7.0呢 对吧 我们也需要去检查 因为只有很清楚的了解 是什么样的运用程序 什么样的版本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找到相应的漏洞 有了漏洞 才能够相应的攻击 对吧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 黑客很帅 就是说 直接只要你认了个 只要你装IS 我就一定灭了你 没有这种事了 是一定是你装IS 而且正好撞到窗口 正好是漏洞的版本 他才能够把你灭了 对吧 不是说任何版本他都灭得了 没有那么帅的黑客 所以说他需要判断你是否是有漏洞 这点非常重要 就是你什么样的服务 你是不是这个HTGP 你是什么样的应用 然后是什么样的版本 这是非常重要的 要判断你的服务和版本 最后一个就是操作系统 要判断你是什么样的操作系统 并且什么样的版本 比如微转内容很多类型 有XRP 有WIN7 有Vista 有2000 2003 2008 对吧 要判断你的操作系统 所以四大类 网络扫描 断钩扫描 服务和版本检查 还有操作系统的检查 四种功能 我们的NMAP当然都能够实现 我们实现这四大功能 当然扫描呢 也会提供一些 一些额外的高级的测信 比如说隐藏扫描员 比如说我可以隐藏 我可以让 让你的目的服务器觉得不是我在扫描 是另外一个阻止在扫描里 不会 比如说你要调查 谁来攻击我的话 我可以把我刨在外 对吧 是他扫描的 跟我没关系 隐藏扫描员 还有一个激活时间测信 这个时候 学过IPS的学员想想 IPS怎么检查扫描的 就是 多少时间以内 一个相同的语言 扫描了多少关口号 或者多少主机 比如说一分钟 三十个主机 就算扫描 那么黑客也很聪明 一分钟三十个对吧 好 我五分钟扫三十个行吗 我慢点行吗 我跟你比赖信 你说一分钟三十个 那我五分钟扫三十个 我看你IPS还有什么择 你说你五分钟三十个 你搞定 我一千扫三十个 慢慢来 我一个月给你扫完 我给来 时间测信 我给慢慢给你 慢慢的扫描 我看你IPS还能把我怎么办 对吧 我一千扫几个端口 逃避 然后还给逃避防火墙的技术 还有伪装包 来逃避我们的防火墙 然后还有报告 当然不可能说扫描的结果 就在康舍口上面一显身就完了 对吧 你可以给它输出成为一个文档 一个图表 便于后续我们可以进行分析 还可以进行比较呢 两次扫描的结果还可以进行比较吗 对吧 可以做出导出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扫描的一个简单的扫描结果 这是一个主机 你看 这很明显我觉得就是Windows 因为Windows有很经典的端口号 对吧 这个端口号也是很经典的 咱们都用 三三八九 RPC的 这是一个经典的结果 那么 操作系统呢 它最终判断的是XP的SP2 要判断它的开放端口号 要判断它的操作系统 对吧 好 那么在介绍这个NMAP之前呢 要介绍一下基本的一些TCPIP的理论 其实我觉得啊 给大家讲NMAP 如果说只是讲NMAP怎么用的话 我觉得花不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预计两天时间给大家讲一讲 其实我更希望能够通过 那个NMAP这个技术 来回过头来 来印证我们以前所学的的一些TCPIP的一些经典的理论 反过来印证我们的TCPIP的一些理论 因为其实我讲TCPIP的时候 可能只是给大家抓了一下包 讲了一下正常的它的工作 很难去介绍一些TCPIP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包的状况 对吧 比如说我好像我平时很难去演示到什么呢 例如 那这个ISMP 你知道经ISMP的AQ Request to Reply 其实ISMP还有很多啊 比如说还有什么研码请求啊 这些很奇怪的东西 平时我都想不到用什么样的软件能够给它展示出来这种奇怪的这种 这种协议 那NMAP什么奇怪的东西才能制造出来 我们可以制造出来平时我们没有想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包 来制造出来 搭给一个不同各种各样的一些系统 来看一下它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吧 那NMAP能够制造出来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再次应用到我们TCPIP的网络里面来看看TCPIP是怎么响应这些包的 再次印证一下TCPIP的一些经典理论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以太网 首先呢第一句话说 其实这个protocol 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语言 对吧 我们跑相同的一个protocol 那么我们就能进行通讯 protocol呢 确实就是一种机器上面的语言吧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mark例子 顺便说一下mark例子 mark例子叫做一个硬件例子 其实我们经常都说mark例子 IP例子 mark例子是硬件例子 对吧 IP例子叫做逻辑例子 这一点很清楚啊 而且我记得我以前讲TCPIP的说过 知道逻辑例子是不会发送任何包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随便 我的我的网站是137.78.5.0 我直接去tel137.78.5 比如说100 不存在这个主机的 那么很多人说 这个有包发出去吗 有tel的包发出去吗 是没有的 因为我首先要去对它的ARP进行解析 发现这个5.100没有解析到物理地址 所以说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tel的包 都没有在网络上发送的 因为我不知道的物理地址 我是不会发包的 大家记住 一定要知道物理地址才会发包 这个逻辑地址是不算数的 对吧 当然如果说 我这手动有一个手动的印象 我手动印象137.78.5.100 印象一个mark地址 瞎印象一个 这个时候就会发包 因为我知道它的物理地址 我就会发包 对吧 物理地址很重要 那mark地址大家也知道是 24个位 应该48个位 不错了 前面24个位呢 是跟厂商有关系的 你发现电子上扫描 或者sniffer抓包的时候 他都会给你讲 这是Sysco的 VMW的 对吧 还有网件的 什么什么的 都能跟你讲清楚 就是因为前24个位 表示了这个是一个厂商ID 所以有时候就能看到 直接看网卡 就知道是哪个厂商的 对吧 24个 后面24个位呢 就是有厂商自己分派的 厂商自己去定义的 对吧 那么下面呢 他说了一下 如何在OS里面来查询 相关的这些mark地址 和IP地址 那当然最简单的 我们在微软下面是 IPconfig all 能看到IP和MAC吧 对吧 在Ninux下面呢 应该是一式config 差不多 一个是IPconfig 一个是一式config 对吧 这儿我们也能看到 MAC例子吧 这是我的 MAC例子 对吧 这是MAC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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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他这儿又介绍了 我们看ARP 还记得吧 这是我们在 录音器里面 不不不 我们的PC上面 ARP-A 你看一下 ARP-A 查询相应的ARP 还可以ARP-D 翻掉 SARP-A了 对吧 ARP-A显示 ARP-D 翻掉 ARP映射 这样的话 我再拼一下 137.78.5.254 ARP-A 就有了吧 好 那么 我们看 继续往下面看 弥解这个OSI 一般我们说OSI 七生模型 对吧 NM老师估计也会讲吧 七生模型 对吧 什么物理层 数据电动层 网络层 绘画层 传输层 和表示层 运用层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叫高手的 一语 一语 典型 梦中的 他这说得很好 他说 他这说的意思 主要是说 他说呢 我们经常讨论 七生模型 这个 他的这个模型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为了讨论 就是为了 这个 讲述 或者讨论 整个TZPIP工作原理的 作用的 但是其实对于 在真实网络的 这个软件工程师而言 他其实是没有起到 什么样的作用的 就是为了讲理论 而使用的 其实他 比如真正我们开发一个 什么样的软件的时候 那么其实 很少去考虑 这个七生模型 对吧 他说刚才 他只是一个 只是一种方式来说 说一个事情 说一个TZPIP如何工作的 但是我们实际的开发的时候 在做软件的时候 可能并不会按照 这个严格的标准来实现 他只是一个规范 你看 他只是一个规范来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的 但并不是 我们要真正的 要基于他来做软件的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运用 特别是我们讲课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很少会听说 基本上我很难去解释这几个层 特别是这两个层 我们表示和绘画 对吧 所以讲的很多 但几乎是你听不到 我也说不上来 这两个层是具体起什么作用的 当然后面这个文档 后面也会尽量的给大家说明 这两个层是起到的作用 那一般来说 我们讲课 很难起到这两个层吧 对吧 所以他只是这么一说 不见得就会这么在做 新生模型 好 第一个他说的是物理层 物理层呢 当然就是一些 比如说什么电压改变 对吧 速率 相关的一些 物理上面的一些东西 那么他这说的一些术语 倒挺有意思的 他说跟物理相关的一些 物理层相关的一些问题 可能我们平时也会学 也会去接触到 比如说数字信号 模拟信号 这是物理相关的吧 基带 宽带 同步 有窜口就异步窜口吧 对吧 同步异步 还有什么多路复用 说这些东西就是物理上面的东西 物理层的 这就是物理层的术语 数字信号 模拟信号 同步的 异步的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多路复用的一些 都是物理相关的 物理层的设备 一般来说 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就是 Hub Repeater 极限器 就是物理层的设备 交换机就不是物理层的设备了 交换机就是数据电子层的设备了 Hub是物理层的设备 Hub只是传属 完全是一个Repeater 对吧 这个设备进来了 来复制到所有的接口上面去 这个物理层 数据电路层呢 差点说了 在两个设备间维护二层数据电路 起到这么一个说法 当然这个说法我没有 以前没有听说过 而且我没有这种概念 所谓的有二层的电路的维护 这种说法 我认为二层的是多路复用 大家都是公平的 谁都有相同的机会往这个数据 这个网络里边发动数据包吧 感觉没有听说过这种所谓的这个面路的维护这种说法 当然他各有个人有自己自己的表述的方式 二层是针 知道吧 我们今天学的二层是针 三层是包 应该有这个概念吧 二层是针 三层叫包 三层叫package 那么看他这个 真的作用是什么呢 针是提供了一个有序并且连 有序并且连续的方式来发送数据 就是按序的发送数据 他说呢 如果没有数据电动层 可能我们的数据就会随机的发送 让接收方无法去 很好的去抵扣了 数据电动层 管理物理地址 同步数据包 留空 然后把那些物理层的错误 通告给数据电动层 他的任务 他的典型设备是交换机 交换机的典型工作员 你看二层交换机 降低了网络的拥塞 在发送数据的时候 降低了拥塞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仅仅只会把数据 发到这个目的计算机 所连接到的那个接口上面 对我们经常这么说 他是只是在单波数语包 特别是单波 只是在两个特径端口之间来转发的 对吧 而不是像极限器那样 像所有的接口来转发 这有这么一个说法吧 甚至有时候 所以有时候 这个极限器的这个摆照 和交换机的摆照的差距可大得去了 请大家记住 极限器的摆照跟交换机的摆照 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当然A系列可以理解 像是一个极限器 它跟极限器是一样的 极限器比如说是一个100兆 极限器这个 这种效率应该只有在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也就是五十兆和六十兆 这么一个数量 而且所有接口加在一起 是五十兆和六十兆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你们俩之间也就十来兆吧 设计是吧 也就十来兆吧 那么交换机的一百兆 交换机的一百兆 请大家记住 它的一百兆全双公一百兆 是全双公一百兆 而且的效率在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左右 效率 那么而且呢 流量的只是在两个端口之间交换 也就是说 如果说这两个端口之间最大数率跑起来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一百八十兆的效果 因为是全双公 你发我也发 一个方向是九十 另外方向再九十 那就是一百八十了 你极限气的话 这可能也就是十几二十 因为你是共享的吧 所以你说这个差距有多大 别看这百兆啊 这个差距可大得去了 这样 A7那个所谓的五十四兆 那个所谓的三百兆 就算是N标准的三百兆 我相信它跟一个百兆交换机的差距也是很大的 对吧 别看三百兆的东西 那是虚的 那个东西 对吧 极限气的数率 好 网络层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学的最多的就是网络层 我们Cisco不就是 那个IP路由吗 是吧 三层地址为逻辑地址 这就说明了IP地址是一个逻辑地址 对吧 然后呢 它的重要的特点 网络层的设计的重要特点就是可路由 路由 是我们的网络层的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我们把设备规划成不同的网段 对吧 给它设计不同的IP 然后在不同的网段之间实现录游 这是三层网络的最大特点 好 这又说了一个物理地址和逻辑地址的比喻 我觉得它这很多比喻是很不错的 现在我还用到 它这什么叫物理地址呢 就像是你的 你的host的GTS的地址 就是全球 就是那个是一个全球定位系统的 一个具体的位置 总是不变的吧 对吧 物理地址 这样的GTS的地址是永远不变的 是固定的 但你的IP地址呢 其实就像那个 邮局给你来的门牌 门牌号码 这个门牌号码经常会变吗 或者这个接的名字变了 或者怎么又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门牌号码是经常变的 这是一个逻辑的上面的一个地址 他说呢 这个IP地址呢 就相当于是你的 邮局给你的门牌号码 是一个逻辑的地址 然后呢 Mark地址呢 相当于这个GTS的 那个全球定位系统的一个地址 对吧 这是他们的区别 逻辑地址和物理地址区别 网络上主要的任务 这是我自己总结的 网络上的主要任务呢 是 逻辑地址规划 路由 为什么我专门提出自己的思路呢 因为他这有段话 他说呢 路由 发送包 从一个网络到另外一个网络 他这前面啊 他说网络上呢 有责任去维护一个虚理的链路 其实我认为 网络上不存在什么虚理的链路 哪有虚理的链路啊 对吧 网络上是一个尽量转发的 就是说我只用把这个包交给我的下一条 至于下一条会怎么样 那他的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哪有这么所谓的这么一个链路的存在呢 不存在这个链路吧 我只是简单的查询我的下一条 然后把我这个事儿交给下一个链路系 那剩下的他的问题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不存在 我感觉啊 我自我感觉是没有什么所谓的链路的产生的这个过程 只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数据就转发罢了 对吧 真正有链路产生 链路产生的 看一下 三层设备主要是链路系和三层交换机吧 这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 真正所谓有这个链路建立的 那真的是这个绘画手 这传输层 说错了 传输层 传输层呢 有责任来传输数据在两个 在两个点之间 两个点之间 他的这个传输层确实是要维护一条链路的 因为以TCCIP为实力 确实要在发起方和接触方 不是还要三层握手吗 要建立一个传输层的一个 这确实是有一个绘画吧 对吧 他确实要维护这个绘画 确实要建立这个绘画的 他是在两个点之间 传输数据 他提供了在两个点之间的数据传输 管理点对点 在流控 错误检测 错误恢复 对吧 那么 我认为就是 这是很多跳 这是PC 这是7C 传输层型的确实就是这 这两个之间要 两个点之间 要维护一个 他所谓的链路 传输数据在两个点之间 管理点对点之间的流控 错误检查 错误恢复 对吧 确实应该要建立一个绘画 对吧 网络上呢 我认为是不存在什么样的这样的绘画的 就是说你把包交给他 这一条足跳的 这足跳的 然后把包交给他 这么交给他 这么交给他 这是网络上的工作 对吧 他不存在什么样的绘画 绘画却是从传输层开始 他说呢 这个传输层主要两大协议 也就是这个TCP和UDP TCP呢 叫做面向连接的 UDP呢 叫做人有连接的 对吧 好 下面他又做了一个比喻 这是好像上课我还用过 这个所谓的面向连接和没有连接的 他说面向连接呢 就是相当于 比如说我们经常 发一个重要的数据 我要发给一个公司 比如说我的公司要 传一个重要的传针 给另外一个公司 那可能呢 我在传这个传针之前呢 我就需要给对方打电话 说你注意好 我马上要发一个传针 这个很重要 对吧 然后就挂了电话之后呢 开始发传针 发了传针之后呢 我又打电话去给对方 说请确认一下 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传针了 对吧 这就有面向连接的 我先给打电话确认 说我要传 然后我把传针发给你 然后再打电话来 确认你是否收到 叫面向连接的 什么叫做 没有连接的 或者不面向连接的 UDC呢 他说呢 就像是过年的明信片 明信片 你看 你过年要发多少的 给明信片 一堆 可能几十张 一起扔到 那个邮局的 那个信送里面 那至于别人 收不收到 我也不确认 有部分人说 每个明信片 发了之后 你过一个期 还打电话 每个人确认 你收到这个明信片吗 对吧 没有这个说法吧 就是你收了就收到 收不到就算了 你面目就像UDC 发了就算了 你收不收得着 你自己的事情 反正我是发了 是吧 不像TCC开始这样的 我发呀 发之前 我给打电话 发完之后 我再打电话 记得TCC 就不管 发了就算了 好 这句话说的 也很有意思 传输层管理逻辑地址 端口 传输层的逻辑地址 叫端口 这个端口 类似于移动 移动大楼里面的 房间号决定了数据 数据的 具体的去向 什么意思呢 你看啊 我这就不画PC了 就像 两栋大楼 我们通过TCC 在两栋大楼之间 建立起来的绘画 但是呢 在两栋大楼里面可以有 可能有很多运用程序吧 每一个运用程序呢 相当于这个大楼里面的房间号 比如说 我这个主机 到这个主机 可能这个机器提供很多服务吧 比如说它有23的服务 它有80的服务 可能还有22SSH的服务 或者还有25SMT的服务 那么我都通过TCT 把这些数据呢 都送到这个目的的 这个PC 相当于通过这个 两栋大楼之间的 这么一个绘画把数据送到目的地 然后呢 它如何把这个数据 交给相应的等待的 这个应用程序呢 就通过装口号吧 装口号就相当于 这两栋大厦里面的那个房间 通过这个房间的号码 也就是装口号 来把数据交给一个 真正是希望收这个数据的 这么一个运用 对吧 来区分这个数据 到底应该是交给谁 谁在监听这个数据 谁需要这个数据 所以它在叫装口号 叫做一个 传输层的 逻辑地址 传输层的管理的逻辑地址 就是装口号 装口号决定了 目的的 运用程序 我觉得它这个比喻是比较 比较有趣的 它说呢 这个 会有 传输层 TCP 是在两个大楼之间建立绘画的 那大楼里面有很多房间 表示不同的运用程序 那么这个 每个房间的 这个房间号 就类似于这个 装口号 觉得这个数据来了之后 就判断你的 装口号 来交到适当的 这个运用程序里面去 这说法 这个比喻是非常 非常有趣的 我觉得它这个书里面 很多比喻 比喻是非常到位的 好 下面呢 它在举了一些 实际的 经济可能会遇到的 装口号 我们也可以看看 这 TCP80 HTTP TTP43 是那个 HTTPs 53是 53是这个 应该是 主要是 主要是 UDT的53 当然也有 TCP的53 这确实不错 DNS 对吧 但主要是 UDT的53 SMTT SSH TILLET FTP 对吧 这是控制信道 这是数据信道 对吧 这是我们的 微软的那几个 经典装口号 主要是用于 文件共享 RTC 这些功能 这是我们的 经典的 S-CAMP 对吧 好 这是SIP 这是一个语音的协议 SIP 最近我们做语音网络 但还不是SIP 主要是用SPEDIM 因为我们主要是电话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我们还考吧 面试 NTT UDT123 好 这儿再次说明 端口决定了 Incoming进来的数据 属于哪个应用程序 端口很重要 端口 端口决定了应用程序 决定了 我们收到这个数据之后 应该把这个数据交给 哪一个应用程序 上面去 好 这儿也说的很有意思 请大家注意 所谓的端口端口 都是说目的端口 目的端口是23 目的端口是25 原端口为随机 对吧 原端口应该是大于1024的这么一个随机端口 小于1024的都是一些那个都是一些服务器的端口 主要是主要是对吧 大于1024呢 主要就是那个随机的端口 所以说再次说明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放列表 比如说去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是一个录录器 去的时候目的是23 对吧 你回来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方面有有个列表的话 那就是圆是23 目的是任何 去是目的23 回是圆23 这个很重要啊 好 绘画层其实真是我们平时很少去谈的 但是呢 你看他这举了几个实例 绘画层有几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插入一个绘画层的头部 重点在两个两端绘画层之间同步数据 这一个功能 然后呢 提供两边的这个能够协商是一个全双公的传输 还是一个半双公的传输 这两个呢 其实我觉得还不太好理解 下面这个说法我感觉还是很经典的 说的至少我觉得还是挺能够理解的 就是说绘画层干嘛 绘画层是在两个进层间建立连接的 再想想啊 传输层我刚才说是在两个点 就是两个PC之间建立连接的 他这说绘画层是在两个进层间建立连接 就是在两个应用程序间 我的理解 建立连接 就相当于刚才啊 我们的如果说是传输层的话 可能就是 就是我们的TCP传输层的话 可能就在这个主机到这个主机间建立绘画 那么这个绘画上的解释呢 可能是这么理解的啊 就是在这个运用程序 这个进层 通过这个 TCP的传输和这个应用进层 建立绘画是这个意思吧 他说的这个 我理解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他这么说法 他说这个绘画层是在两Process之间建立连接的 他说的传输层呢 是在两个主机之间建立连接的 这个说法是很有意思的 我觉得至少我能够把自己给解释过去了 是这个意思吧 他是在两个进层之间 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很到位的 你看我这还专门总结 他说我传输层呢 是在两个Mesher的设备间 幻化层是在两个Process之间 进层 运用层间建立绘画的 对吧 这个说的我觉得还是我至少 还是能把自己说明白至少 表示层 表示层呢 其实主要的任务就在于 转换数据 把数据转换到一个应用层 可以理解的格式 或者网关 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种网络 当然我们主要是以太网 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类型的网络 对吧 我们把一种网络类型转换到另外一种网络类型 那么这个的操作就在表示层来体现出来的 那么当然他说压缩 比如说加密和解密一些工作 也是在表示层 体现出来的 那我主要理解表示层可能就是做一些数据的转换 把一种媒体 一种网络转换到另外一种网络 或者一些什么压缩的一些工作 可能就在表示层来实现的 是吧 应用层很简单 就是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了 这是没什么好说的了 对吧 有TCV UDP 我说什么 Tel是SSH SMTP 应用程序 好 他说这个网络的归类也很有意思 他说网络归类呢 他说有三种 一种是OSI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 系统 还有一种呢 他叫做DOD 这也是经常听说的 对吧 DOD呢 他说有网络层 Internet层 主机到主机层 和应用和进层 这种说法 其实虽然DOD这个模型 我经常听到 但是这个 这个我很陌生这种分类方法 其实我最熟悉的 而且我上课最爱用的 其实是他这说的TCPIP模型 三大模型 一个是OSI 一个是DOD 一个是TCPIP 一般我上课就按照TCPIP模型 一般我就说 物理层 数据电动层 网络层 传输层 运动层 是这样的吧 一般我上课 基本上只说这五个层吧 一般我上课就 从来不说 有什么绘画层 也从来不说什么表示层 一般在我嘴巴里边说来的几层 就在五层 物理 数据 网络 传输 运用层 现在我画包 也没看到我画其他什么出来 对吧 我主要的思路 还是按照这个TCPIP 这个模型的 归纳的五层来表示 所以这刚才阿卓的七层国性 只是用来说四行的 对吧 怎么说都可以嘛 对吧 而且它不见得实际的运用 也按照它的七层来走 各说有各种方法 看你怎么习惯 当然我最习惯的 还是这个TCPIP 说起来我最顺口 物理 数据电动 网络 传输和运用层 对吧 好 当然呢 我们再看下面的技术 这个物理层的 以太网的主要技术吧 以太网的主要技术 CSMA-CD 好 然后这也介绍了 到了全双功 我们要知道 其实最近 我那下面的网络 就是一个实照的 开始还是半双功 后来被我调整全双功 效果要好点 所以说 特别是实照很有意思 我觉得实刻的录录器 实照默认都给打的半双功 实照 你发现实刻的录录器 默认实照都给打的断 都打的半双功 因为他可能觉得实照 可能是你接极限器用的 极限器用的 就是半双功 对吧 如果说你接的加网机 你可以把它做成全双功的 主要的协议 当然就是IT TCP UDP SNP 在这介绍的主要几个协议 我们经常技术 主要就是这几个吧 当然 可能我们还有加密的 这个ES AEH GRE 这些协议也是平常 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 关于IT这些次段 我看他这应该有一个 头部吧 他后面应该有一个 关于这个介绍 算了吧 IP头部我来找一找 IP头部他简单介绍了几个次段 可能很重要的 一个是IPID 我找个IP的这个 主要来看看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看附件的 这怎么看附件呢 我附件里面肯定有这个文件 文导 文导 不是下面有一个行吗 可以看附件对吧 我记得 嗯 哪儿 文导 附件 不是 这是要添加附件文件 下面能够看到 我这儿肯定有一个插件 我这儿肯定有一个 这专门有一个头部的详细的介绍 不是在一页 IP IP头部对吧 它这个 第一个什么是板本号 第二个是头部长度 头部长度 这是TOS 这是总长度 对吧 这就是ID 就是刚才我们的IPID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IPID 每一个包 每一个包 一个ID 它写什么重要呢 分片 所有的片 只要是一个包出来的 这个ID都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这个很重要 Flag 我们看一下Flag Flag有 其实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没有用 它有三个 一个是没有用 一个是 最上次的 DF DF 一个是这个 MF DF的自一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 如果你 如果说你大于MGU DF又自一 那么就丢包 不要分片了 是吧 那么这个 MF呢 就是说自一的话 就是说 还有more的Flag 我不是最后一个 在这吧 好 最近我 最近我 现在我 还能不能操作出来 最近我不是在研究 改MTU吗 MTU呢 是在 是在 注册表里面改的 但是这个 怎么去改 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 很多人在网上问 网上问 就说 我能够看到 我的MTU是多少吗 好像我们 IPCONFIGO 看不到我的 接口的MTU 对吧 网上就有个招 它怎么看MTU呢 这个简单 它说你 你-F 你-L 然后 然后你来个大小 比如说 1300 这么大个包 然后你拼 这个 这个 目的137.78.5.254 你看我的MTU相当于 当然我这个MTU 接物理接接口的MTU 超过 不如150 我的MTU是1300 好像是 我的MTU好像1300 还要小吧 哇 它都过不了 它说你 有这么早 找到一个正好 不能够被拼通的 这个值 对吧 它还要加上你的 这个 一个20头目 一个8的这个SMP 看看字是这么多啊 三可能够不了 哎 正好 1272 加28 1300 我这个物理接口 改过MTU了 请大家注意 不是150 你可以试试 你是150的话 你应该拼这个 1472 1472 这里的极限 没关系是吧 它都通过这种方法 能够判断你的 MTU的大小 为什么 你看这为什么呢 -F是什么 我刚才看到了-F就是给它设置这个DF位 -F就是设置DF位 -L就是给它大小 大于了 MTU又DF被置位 所以说就报这个错吧 是个意思吧 最近我看到的 它说没有办法让你知道你的MTU是多少 你要判断的话 通过这种P的方法能够找到 好 然后呢 这个 偏移量 就是每一个片 当然我们来想想啊 这个片子来工作的啊 就这个包 本来大了嘛 这是一个IP 后面的数据可能就 就很多了 对吧 那么可能第一个片 有这个IP头部 然后 然后消一半走 可能这儿 可能啊 这是1000个之间 它的偏移量 0 第一个包 那第二包从哪呢 从这开始吧 它还得有有一个IP头部 从这儿 再消一千走 那它的偏移量是1000 因为我从这儿开始要的数据 再来一个包 下一个包 它这儿还来一个IP 它再消一千走 那它的偏移量是多少 是2000 对吧 所以是吧 第一个便宜量为0 接着便宜量1000 然后这是2000 便宜量 这样的话 收到这些包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他们 重铸装在一起吧 便宜量的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 PTL没什么好说的吧 独效减一 协议位 再想想协议位 1 SNP 6TCP 对吧 17UDP 还有ESP ESP是 我记得是50 AH是51 是吧 GRE是47 我记得 GRE47 对吧 还有头部交换盒 原IP 目的IP Option 选项部分 选项部分 最多40个字节 因为手部长度 最大60个字节 正常头部20个字节 一减正好 最多40个字节的选项部分 对吧 这怎么拿IP头部啊 我希望大家这些基本的理论要了解的 他这还说了这个smooth和fragal攻击 隐藏 隐藏原IP地址的 并且还说了这个思路 2827的思路 还记得2827吗 他这说的意思就是说 他说希望2827简单的说明一下 就是所有的ISP或者所有的公司吧 那么比如说ISP 这儿这个接口封给了这个客户 封给了这个网络 这一个接口又给他分配了另外一个客户 另外一个网络 那既然我封给你这个网络 那么我就应该限制 在这个接口的路方向弄个列表 限制原置于你这个网络的为原的 只有这个原置于这个网络的 能够从这个接口进入 其他网络都进不来 是吧 好 在外部接口 那既然这些网络都是我 我内网的 那么很明显 以这些内部网络为原 要从外部接口进来 这不行 如果所有的都这么有效的做 那么就能够给予我们的这个 记得七百公斤 这个思路 就是2827 这我们考试经常会涉及到的东西 好 SMP SMP比较简单 你看SMP的位应该比较简单 SMP就只有 类型 Code 效应盒 下面就不一样 下面就跟不同的SMP类型 那就不一样了 但至少应该有 这几个 孩子记得这个类型和Code吗 咱们最经常用到的不就是 8 类型 0 Code 就是AQ Request 对吧 那么00 是 AQ 0 0 AQ 是吧 80 还记得我们在做授权的时候吧 Case 授权的时候 是不是要授这个 还记得这个 为什么是80呢 对吧 我不是 授权是1和8 1是在这个协议 8是那个类型 类型 8是AQ Request 0是AQ Request 还有我们经常会介绍就是 13 不是13吗 应该有Unrichable 那个大类 333 说错了 3 3 不是13 是3 是Unrichable 这个大类 这大类有很多 砖口不可达呀 主机不可达呀 还有墙子不可达呀 还记得吧 比如说 我们那个 没有路由 可能就是这个 网络不可达 如果说被防控制 干掉就是这个 墙子不可达 还有什么 砖口不可达 这都有啊 SMP TCP TCP 我们看 TCP TCP有什么呢 原砖口目的砖口 这好说 那么主要是标识一个运用 一个进程 23 比如说 就是这个态度的进程 双向序列号 说明一个问题 是一个TCP 叫全双公 双向 叫发数据 双向都要确认数据 序列号就用来 双向确认数据的 序列号的增长 和成功传输的 自结束有关系 成功传输一个字节 就这里好好增加1 头部长度 依然是6位 依然最大为60 对吧 老师说了 这是4位 4位 4位 最大长度 意味着我们的头部是60 这是保留位 没有用的 哎 顺便说一下 这个保留位 确实是没有用了 没有用呢 为什么我说它呢 因为我们在做ASA的上课的时候 还记得有一个叫做TCP map的玩意吗 set connection advanced option 要用一个TCP的map 它里面好像就有个功能 叫做receive bit 如果说receive bit 有东西 要怎么办 我们可以给它干掉 当时你就要明白 什么叫做receive bit IPS里面也有事也会讲这个东西 因为呢 既然叫做receive 就没有东西 就应该是零 但是有些黑客的攻击 或者一些木马 它就会利用这个 这几个位 来传送一些重要的东西 别看他们在三次握手 或者做一些TCP的其他操作 可能是在传送一些恶意的数据 这就是receive bit 是正常没有用的 有用 可能就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的防火墙 我们的HS 都有对这个receive bit 进行控制的这么一些技术 Flag Flag主要是六个 主要是这六个 URG NCK Push Reset S1 F1 主要是六个 当然了 它这还举到了这个 当然这是特殊操作系统 能够支持ECN 就是拥塞通告 通口 当然这个 是有些系统才能够支持的 Flag 当然一般我们说经典的Flag 就只有这六个 教验盒 头部教验盒 然后呢 这是 URG 这个紧急指针位 当然必须要通过URG的一个Flag 才能够形成出来 Option 说到这个TCP的Option 我们就可以回想得到 我们那个 BGP的MG5验证 我上过来讲过 BGP的MG5验证 它那个 那个教验的 那个MG5的 直接扔到这个地方了 TCP的Option 还记得我们要放那个 Option过去吗 还有什么 这个Option还有一个经典的Option 就是MSS 最大传输单元 TCP的 也是TCP的Option的部分介绍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它有几种情况呢 第一个是最正常的三处 我所建立 S1 S1 ACK 和ACK 然后呢 结束呢 正常结束 有单种结束方式 一种正常结束是 4次F1交换 对吧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来看看 第十几章 十七章 不是 二十八章 是标准的过程 三处 我所建立 S1 S1 ACK 和ACK 那么正常的结束是 F1 加 ACK ACK F1 加 ACK ACK 4个 这一次 F1 交换 是 断掉 左边向右边的 这个方向的数据流 最后一次F1交换 断掉了右边到左边的 数据流 是全双弓嘛 一边一边的断嘛 两次F1的交换 好 还有一种就是异常中止了 这我们可能经常会遇到 特别是我们的IPS讲课的时候 还记得吧 我们可以直接 Reset掉 Connection 是吧 Reset 就是异常中止 许多号 你们说过了 主要是用来确认数据用的 UDP 没什么好说的 主要是 UDP的端口号 应该很简单 就只有 四个 UDP的格式很简单 刚才在哪呢 又忘了 试图 UDP UDP很简单 只会这么看吧 语言端口 目的端口 长度 这样是什么样 没有所谓的序列号 没有所谓的端口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在关于一些网络扫描的一些介绍 网络扫描的第一种是主机扫描 主机发现 我说 我们扫描的开始 就是发现主机 发现网络 首先我要找到我们公司有些什么样的网段 大方向来说 网段 找到网段之后呢 就要找到活动主机 找到活动主机在扫描端口 然后再判断服务 再判断操作训统 这一系列的过程 所以第一步呢 主要是主机扫描 那么如何能够扫描主机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手段 手段有最经典的 那就是SMP的AQ Request 我们把它听通了 当然你就是Active了 对吧 还有一种呢 是这个 SMP的 就是时间请求 SMP有很多的请求 可以请求你的时间通过SMP的 对吧 SMP的时间请求 SMP的地址研码请求 请求你的研码 这个还真是没有遇到过 对吧 但是我NMAP就能做出来 这个研码请求 做出来 其实用的最多是这个 但是肯定是最多最多的 有时候咱们 不用NMAP 咱们聘一聘 也能够知道你 是不是Active的 但是现在这一套路 好像不太好使了 因为现在SP2以后 已经把你禁用了 还有一个是TCP的扫描 TCP的扫描 那就是我发S1包 你可能把SMP进了 但是我发S1包过来 你可能会响应我吧 比如说我要连你的23 你没有23张口 你可能就Reset给我踢了 你有23张口 可能就S1ACK给我了 对吧 然后发动S1或者ACK的扫描 好 他说这个响应 是基于发送的包 目的系统 还有防火墙 还有路由器的防火控制列表 综合的结果 就是说你不要指望说 你发S1 别人一定要给你什么 可能有很多因素 会左右这个结果 可能是对方的操作系统 对方的这个 应用程序 对吧 可能对方是不是装了 可能防火墙 中间是不是有防火墙 中间是不是有防火墙 很多因素决定了结果 对吧 你不要是单纯太相信 这个结果是什么 因为很多因素都在左右 这个结果是什么 UDC扫描是最有意思的 我认为 因为可以理解一个问题 UDC扫描 我们来想想 比如说我发一个 装口给一个目的主机 它有什么样的响应呢 如果说它没开这个装口 会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扫描里头 这个UDC扫描 你的UDC扫描 你的UDC扫描 我发给你这个UDC500 如果说就没有UDC500 会怎么样呢 会回送一个 ISMP的装口不可答 来了 肯定是这样的 我连你 一个装口 你的装口没有开放 会什么 会有一个ISMP的装口不可答 返回 对吧 好 如果说你开放那个装口 这事还反而不好说了 你开放那个装口 可能你什么都不回应 用UDC的单向呢 来 收了 我要了 像比如说我开放了这个UDC的514 Syslog 你向多少 向那个装口发送去 它一个也不给你回 它全部给你收了 UDC的Syslog这个服务 是不是 它只收东西 它从来不回应吧 开放的装口 反而可能不回答你了 反而不理睬你了 是吧 所以UDC扫描很有意思 没有开放的装口 可能会给你回 ISMP的不可答 开放的装口 反而没有反应 很有可能 开放的装口 反而没有反应 UDC的扫描 好 他说呢 这还有一个反向扫描技术 他说什么呢 他说有些防火墙和路由器 经常会去阻止掉 ISMP的这个request的响应 所以我要去探测 一些实际的东西 可能还不行 但是呢 当我去扫描一些 不可答网络的时候 可能这个防火墙 还要给我回 主机 网络不可答的这种信息 所以说我可以反过来扫描 没有响应的 可能它是存在的 响应的 就是网络不可答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排除在外 它就可以反着想问题 对吧 下面是端口扫描技术 端口和服务扫描 你可以通过 连接扫描 就是我正经 跟你完成三出货手 连接扫描 我正经跟你完成三出货手 还有一种呢 就是半开连接扫描 连接扫描什么意思 我说一下 连接扫描是这样的 是这么来实现的 就是我这是 这是一个client 这是sover 连接扫描啊 我扫描是 我SYN SYN ACK 我ACK 然后我再发RST 剃掉 我完成了三出货手 然后我 换掉 叫连接扫描 当然呢 这种扫描呢 比较少 一般咱们不爱用这种方式来扫描 一般来说是 SYN SYN ACK 直接RST 剃掉 这就是SYN扫描 那意思吧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主要用半开连接扫描 不用这个连接扫描 这个连接扫描费资源 第二个 这个连接扫描 绝大部分的系统 很多系统都会对这种 已经建立的连接 有个log信息 这样很容易被目的系统进行记录 但是我用半开连接扫描呢 因为没有建立连接 目的系统一般来说都 不会对没有建立连接的绘画进行记录 这样不易被发现 当然你同样逃避 对不了IPS的检测 只能说目的处机可能不会对你做log 这样的半开连接扫描 还有什么呢 这个怎么翻译我就不知道 偷着扫描吗 还隐藏的扫描 隐蔽的扫描 那这样的话 就不按照正常的套路出牌了 正常套路就是SYN 是正常套路出牌 那么我可以使用一些不正常的 比如说我直接上来就是SYN ACK 我上来就直接给你FYN 直接给你ACK 直接给你什么都没有 没有flag 对吧 还有这种 这也是三个位 也是好像是什么PUSH 什么那个FYN位 这些很奇怪的 这个位 flag位置位的 这种扫描 特殊的扫描 不是SYN的 OS检查 我们判断了那个装口和服务之后 可能我们要对 操作系统进行检查 那么如何能够判断你是什么样的操作系统呢 它的主要的思路啊 你看一下 主要思路就是窗口大小 初手画计的号 可能不中的操作系统 它给你回的窗口大小不一样 窗口大小决定了接收方的缓存大小 还有呢 这个初手画计的号 跟我们 我不是接上说吗 初手画计的号跟操作系统有关系 初手画计的号 就 我发送一个探测包 我看你的SYNACK回来 我看看你的SYNACK里面的 这个窗口大小是多少 然后看看你的初手画计的号是什么范围 或者多尝试几次 看看你的计的号是怎么增长的 来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系统 判断你的系统 因为每一个系统可能 它的一些处理就不一样 窗口就不一样 这套增长的方法就不一样 用这种方法呢 来判断你的操作系统 并且还有一些什么NMAP 还有会有些优化的技术 比如说它会缩短这个摊帽子时间 缩小扫描范围和缩小 这个扫描端口的范围 加速它的扫描的这个进度 逃避 第一个逃避办法就是慢速扫描 IPS 这总是有一个多少时间内 多少个目的主机 我可以慢慢来吗 我一天给你扫完 一天给你扫一百个端口 你IPS肯定没信 我分片 你IPS的这个 我们还记得当讲的 IPS逃避技术就有分片 我知道很多分片 你IPS的话 要分析的话 每一个分片都要重组装 你可能没有这么大缓存 来维护这么多分片 这样的话我也可能有效的逃避 还有一个就是欺骗 欺骗就是说 这个扫描特别有意思 就是本来是我的IP扫描吧 我不仅我的IP在扫描 而且我还要制造好几个 伪装的原主机 我可以伪装好几个原IP 一起进去扫描 对于目的主机而言 看着是好像七八十个主机 都在对我扫描 其实真正扫描的只有一个主机 它在伪装了很多人一起扫描 其实只有一个主机 这些所有的包都在一个主机发的 让你的管理员很难探测 到底是哪一个具体主机在扫描 就是很多人在掩护它 然后指定原装口 一般我们的原装口就是 这是一个大于1024的原装口 我可以指定原装口 指定IP选项 还有一些高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 好 扫描的软件 当然这有很多 他说了 主要 当然今天我们主要介绍NMAP这个技术 NMAP这个扫描技术 扫描有些什么样的用途 我们来看一下 可能我们会做安全的审计 黑客可以扫描我们的网络 我们为什么又不能扫描自己的网络呢 我们也可以周期性的扫描我们自己的网络 来看看我们自己的网络有什么样的漏洞 我们在黑客没有扫描之前 我们先判断自己的漏洞 先把补灵给打上 是不是更积极一些呢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顺从的这个兼容性的设施 比如说我要求大家整个网络都要打补币 打到这个S13 对吧 全部都打 但是呢 我现在又周期性的扫描网络 我就看谁没有打 我可以不是可以判断你超级系统吗 对吧 判断你是S2的 你为什么没有打呢 我就检查你这个主机 我可以判断我的网络内部 是不是都打了最新的补币 还有这个资产管理 还有这个系统的清单 也就是说我要判断我这个网络 可能特别一个大的网 像开始作者最开始说的一样的 你要去跑到每一个机房去 一个一个设备这么找的话 估计是很累 而且可能还不准确 但是可能我们通过网络扫描的方式 可能会更快更准确的 更省力的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了解网络上的具体的设备 他这个技术叫做足迹分析吧 或者叫做怎么说 那么他说 这个足迹分析技术包含 这好像我一样像N安全我讲的东西 就是这不是扫描的 就是 什么的 他说 我们有几个步骤 刚才我们说的是扫描 然后扫描了之后 判断漏洞 然后我们攻击 可能扫描前 我们还要做一些 比如说你要攻击一个目的系统 扫描就算是比较主动的了 扫描就有可能被发现了 就有危险了 那么在扫描前 可能你还得做一些准备 毕竟是 什么叫做知己知彼 我要做一些 扫描前我还要做一些准备 什么准备呢 比如说我要去 DNS查询一下 通过Whois 还记得 N跟阿修我们讲过吧 Whois这个网络 来查询一下你的网络的一些状况 来查询一下你的网络的一些状况 出错出错 出错出错 呼吁这个网络怎么变成这样呢 以前是搜结果的 怎么开始卖域名了 应该是搜的 这里查询这个域名相关的是谁 被谁注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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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大概就能搜索一些 比如说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这个国家的 有什么样的邮编 什么电话 还有什么邮件 对吧 首先你要做一些基本的了解 通过这个 还有通过什么呢 通过新闻组 加入他们公司的新闻组 了解他们公司 慢慢的渗透到他们公司里面去 对吧 然后网页搜索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他们公司的网页 trist一下 这个东西我讲过 就是翻拿几堆 你经常公司可能扔点东西 你不把它给毁掉 他通过垃圾里面就能找到你一些重要的东西 就像我经常 经常知道我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撕了很多遍 一般我 比如说我写什么版本的那些写的东西 一般来说 我都是彻底给它撕烂了 才行啊 就翻拿一堆 然后物理访问 还有这个社会工程学 社会工程学是最有意思的 就是哪样话说 我是什么人 什么人 对吧 我的密码出乎问题了 然后呢 你帮我重置一下 或者怎么样的 就是通过这种 这种社会 就是通过人际交往这种技术 来获取一些信息 我看还有什么 好 关于扫描的时候呢 你首先要了解说 有些公司呢 都有自己的安全策略 那么你要了解 你们公司内部是不是允许扫描 那么 可能比如说 网管人员可能可以允许 手机性的扫描 你应该公司有这么一个策略 还有他说 他说有些ISP 都有安全策略 不允许扫描 他说 可能是往外的 中国可能没有这个吧 他说你只要扫描 ISP很有可能就把你 网内进了 他能够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你要了解你ISP 应不允许扫描 你要了解你公司内部 应不允许扫描 你才去做这个事情 OK我们继续这分钟吧 然后再回来再介绍NMAP